如果高兴你就拍拍手 如果高兴你就拍拍手 我们一起唱呀 我们一起跳呀 如果高兴你就拍拍手 如果高兴你就说哈喽 哈喽 如果高兴你就说哈喽 哈喽 我们一起唱呀 我们一起跳呀 如果高兴你就给个大大的拥抱 一个大大的拥抱 哈喽大家好 我是Vergilia 非常开心能够有机会 和大家在视频上又见面喽 你们都过得好吗 希望你们都一切平安一切顺利 今天Vergilia呢 要来跟你们说一个中文的故事 这个故事他的名字叫做 谁吃掉了 谁吃掉了 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一位日本儿童绘本的作家 他的名字叫做五位太郎 这本书呢 可以让小朋友在不同的动物或者是人的身上 找到那些被藏起来的东西 除了以找找看的方式来做观察力的训练之外 书中特别设计了鼠鼠看 也可以跟小朋友跟家长一起鼠鼠看 书中有多少只的动物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 所以呢 让我们在一边听故事的时候 也要鼓励所有的爸爸妈妈们 载着你们家的小朋友 一起来观察故事里每一页的图案 颜色 还有形状的变化哦 当然也不要忘记 把你们的手指头一起伸出来 和Vegilia一起数数看 到底有几只动物哦 好吧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 谁吃掉了 作者 五位太郎 谁吃掉了 小朋友 小朋友 你们有找到藏在大象身上的樱桃吗 哦 原来在大象的尾巴上 草莓 草莓 被谁吃掉了 小朋友 小朋友 你们有找到藏在狮子身上的草莓吗 哦 原来在狮子的鼻子上 荷包蛋 被谁吃掉了 小朋友 找找看 你有找到在乳牛身上的荷包蛋吗 原来在这里 甜甜圈 甜甜圈 被谁吃掉了 找找看 甜甜圈在哪一条鱼的身上呢 哦 原来在鱼的尾巴上 葡萄 被谁吃掉了 小朋友 你们有找到在毛咪身上的葡萄吗 找找看 哦 原来葡萄在毛咪的眼睛上 糖果 被谁吃掉了 我们找找看 小朋友 你有看到糖果吗 在哪一只小鸟的身上呢 哦 原来它在小鸟的尾巴上 三明智 被谁吃掉了 小朋友 你们有看到三明智在 一条蛇的身上吗 找找看 哦 原来三明智在 这条蛇的身体上 香肠 香肠 被谁吃掉了 小朋友 你们有找到藏在 蜻蜓身上的香肠吗 找找看哦 哇哦 原来 香肠藏在这里 它藏在 蜻蜓的身上 香肠 香肠 牛奶 被谁喝掉了 小朋友 你们有找到藏在乌鸦身上的牛奶吗 找找看哦 你没有看到白白的吗 哦 原来牛奶被 这只乌鸦喝到肚子里了 方糖 被谁吃掉了 哇 我们看到好多的蚂蚁哦 小朋友 你们找一找 看看方糖藏在 哪一只蚂蚁的身上呢 哦 原来方糖藏在 这只蚂蚁的屁股上 冰淇淋 被谁吃掉了 我们找一找哦 冰淇淋是被哪一位 小朋友吃掉的呢 哦 我找到了 原来 是在这位 小朋友的头顶上 你们有看到冰淇淋的形状吗 小朋友们 你们是不是都有好好的观察 仔细的找出 那些被藏起来的东西呢 现在 Vergilia要邀请 每一位爸爸妈妈 还有小朋友们 把你的手 手指 把你们的食指伸出来 我们要从头来一起数一数 有几只动物呢 准备好了吗 请你跟着Vergilia一起数哦 小朋友拿出你的手指头 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吧 一只乱鸭 一只乱鸦 一 二 两只大象 一 二 三 三只狮子 一 一 四 四 四头乳牛 一 二 三 四 五 五条鱼 一、二、三、四、五、六 六只猫咪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七只小鸟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条蛇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八、九、九只蜻蜓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 十二位小朋友 小朋友 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希望你们大家都有机会 可以跟你们的爸爸妈妈 一起来观察 仔细的观察 书里面每一个动物的变化 还有跟爸爸妈妈一起 伸出你的手指头 数一数 到底有几只动物在故事里头出现过呢 最后 Vergilia今天要教你们玩一个游戏 一个猜拳的游戏 那我要透过一首歌 来跟你们玩这个猜拳的游戏 它叫做剪刀、石头、布 它的英文叫做 rock、paper、scissor 那如果你们知道怎么唱的话 欢迎你们一起来 跟着Vergilia一起唱哦 ok 小朋友 我们心隔离 握握手 要来猜拳 石头 不要看声音 输了 就要跟我走 我们再唱一次哦 小朋友 我们心隔离 握握手 要来猜拳 石头 不要看声音 输了 就要跟我走 好啦 我们期待 下一次再与你们相见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美好 愉快的一周哦 好了 拜拜 Mun 你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